中文字幕志愿者 斯坦利又是第一个来到学校 在学校里 他静静凝望着圣母玛利亚 仿佛在和她问好 仿佛在和她说话 斯坦利已经不是第一次受伤之后来到学校 她的脸上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伤痕 涟漪总是脏兮兮的 像是在外面疯跑玩闹时不小心摔倒的 斯坦利没有在意脸上的伤 而是坐在教室里静静写作业 等待同学们的到来 当同学们陆陆续续到来后 斯坦利一改安静的样子 在台前带领着同学们唱起歌 她的声音热烈而富有感染力 教室瞬间如同演唱会现场那样热闹 聪明 有才华 富有创造力 斯坦利在同学们和老师中间都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因为总是不带便当盒这一点 导致威玛老师很讨厌这个学生 盛家中学的学生们每天都有一次午休时间 为了不让孩子们来回奔波 家长会提前在家里准备好美味的便当 只有斯坦利从来不带便当 每次只说自己口袋里有钱 可转身就会去厕所里喝凉水充饥 在不断流动的自来水中 填饱鸡肠碌碌的肚子 即使这样 胃部还是会忍不住传来空虚感 斯坦利没有办法 只能一次次用水来安慰自己 同样和他一样不带便当的 还有威玛老师 他在孩子们眼中就像永远吃不饱的怪物 上课上到一半都会借口离开 然后翻箱倒柜寻找着食物 最后心满意足地吃起同事的便当 其余老师对于这件事早就习以为常 威玛老师不仅会吃老师的饭菜 也会吃学生带来的饭菜 借口要尝一尝 将手伸进每一个便当盒里 当然对他来说 吃学生的便当要比吃老师的便当逾越 因为他不用找那么多理由 不用说太多场面话 只需要施身手 学生们就会老老是吃地上便当盒 威玛老师早已习惯如此 但他从没吃过斯坦利的便当 同学们喜欢斯坦利 也乐意把自己的便当分享给同学 斯坦利从不主动开口要 因为孩子的尊严 因为他内心的道德 不允许他主动向他人乞讨食物 只有在同学们盛情邀请下 看着色泽诱人的食物 斯坦利才会忍不住 小心翼翼地品尝着 每到这个时候威玛老师就会拿着拍子 不耐烦地驱赶着斯坦利 如果便当都让这个孩子吃掉了 自己就没办法吃同学的饭菜 被老师驱赶出去的斯坦利 只能饿着肚子 看着同学们享用美食 即使威玛老师不来吃饭 他也不好意思要求同学们和他分享食物 只能借口说妈妈在家做了热腾腾的饭菜 每当这时斯坦利表现出的都是满满的骄傲 直到走出教室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 然后回到熟悉的厕所 继续用自来水灌满空空如也的胃 斯坦利与同桌阿比谢总是发生冲突 三八线的争执在哪个学校都会发生 斯坦利是天生的左撇子 因此和阿比谢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总是在上课前写字前小声地争吵着 化学老师是个严厉的女老师 她特别不喜欢调皮的学生 当看到斯坦利与阿比谢交头接耳时 化学老师就会严厉的赶他们出去 面对同样的问题 魏玛老师的关注点显然不同 她不理解为什么斯坦利一定要用左手写字 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也和人们的日常习惯相悖 她严厉要求斯坦利改用右手 可这两种办法都无法改变孩子们之间的矛盾 斯坦利和阿比谢还是为了三八线争执不休 罗希老师对待孩子们一向很温柔 同学们也很喜欢这位漂亮善良的女老师 在众多学生中 罗希老师最喜欢斯坦利 因为她聪明 而且创作能力很棒 斯坦利的作文丰富有趣 总是能轻易让人笑出来 为了奖励孩子的天赋 罗希老师当场表扬了斯坦利 还拿出甜美的糖果作为奖励 这是斯坦利第一次在大人心中受到重视 也是来自老师的第一次赞赏 她羞涩地低下头露出腼腆的笑 面对斯坦利与阿比谢的问题 罗希老师没有指责 只是给他们换了位置 这一下矛盾被彻底解决 两个孩子再也不用为谁碰了谁而争吵 因为之前的流感 学校落下了一段时间的课程 为了能让学生们补回来这段时间 校长决定在圣诞节后额外增加三节课 学习时间延长了 休息时间自然也要延长 那学生就需要带更多的便当来学校 以防止自己饿肚子 这个消息对威马老师来说是好消息 意味着她可以吃到更丰富美味的食物 但对斯坦利来说 这无疑是个坏消息 意味着她要喝更多的凉水 饿更久肚子 好在斯坦利已经习惯忍受这些 她不会因此抱怨什么 也不会想办法送同学饭 在同学们眼中 她还是那个最厉害的人 她会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么引人入胜 让同学们忍不住想多听几个 在罗西老师生日当天 斯坦利再次用她惊艳的口才 为老师送上了祝福 罗西老师被孩子的真诚感动到 送给斯坦利一块巧克力 斯坦利想要将巧克力装入口袋 却发现校服不知道何时破掉了 可却没有人能给自己补上 斯坦利大方地将巧克力分享给同学们 感谢他们曾对自己表达的善意 罗西老师很快就要结婚了 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祝福 斯坦利请人带来了一大堆工具 在同学们的围观中一点点拼凑着 她用充满魔力的手摆弄着沙土和水 一堆在别人看来是垃圾的物品 在斯坦利的奇思妙想之下 逐渐成为让同学惊讶欢呼的东西 那是一座矗立在海面上的灯塔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为过往传之指引方向 罗西老师看到这份礼物很感动 斯坦利不仅聪明 而且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她答应会好好保存这座灯塔 保存学生送上的这份祝福 斯坦利的灯塔让她再一次出紧风头 可化学老师直斥那是一堆垃圾 她不想看见这样的东西出现在自己的课堂上 命令斯坦利立刻扔掉 圣诞节很快到来 生家中学的全体师生留下新年的合照 期盼即将到来的新学期 期盼即将到来的便当 为马老师露出了得意而又满足的笑容 家长们用勤劳的装手 为自己的孩子做出一道又一道美味的饭菜 想让自己的孩子吃得更有营养 想让他们在吃饱后能学得更起劲 在滋滋作响的炒锅里 煎饼 咖喱饭 鹰嘴豆 承载着母亲的爱与祝福 热腾腾的被装进孩子们的便当盒里 其中最为丰盛的就是富家小孩阿曼的 整整四层闪亮的饭盒 在孩子们中间显得鹤鲤鸡群 为马老师只是看到就忍不住要流口水 在课堂上都无心教课 只是眼巴巴看着那个闪闪发亮的便当盒 似乎想要看穿里面都装这些什么 想要快点品尝美味的食物 可很明显阿曼不想和维马老师分享 可在尊师重道的教育下 孩子们不敢反抗老师 维马老师吃孩子们的饭似乎成为一种传统 当他出现时 所有孩子都会自然而然地送上自己的便当 供他挑选 因此维马老师得了个大暴君的称号 可在斯坦利心中 他和维马老师可以产生共情 他不止一次地想着 维马老师是否和自己一样 也因为难以言喻的苦衷 才不能带便当来学校 所以在自己吃了同学便当后 他才会生气 斯坦利总是善于理解别人 理解这个世界 也善于用一个又一个谎言来伪装自己 维马老师自从看到阿曼的便当后 就一直惦记着里面美味的食物 哪怕给别的年纪上课 内容也全是有关阿曼的便当盒 那个小小的男孩有整整四层便当盒 你们都应该学学他 维马不断盯着手表 像极了等待下课的学生 只是他比起学生来更加心急 下课铃声一响 立马穿上拖鞋跑了出去 他巴不得立刻飞到阿曼身边 坐在凳子上品尝美味 这一次他拒绝其他同学递过来的便当 因为他太明白 阿曼的便当绝对比其他人的要好吃 哪怕身后同学不断问着一个问题 老师 世人如何拯救人类 维马都没有时间去解答 他心里只有那个四层便当盒 可因为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 当他赶到时 孩子们已经将便当吃光了 只剩下斯坦利在津津有味 舔食着残羹 面对维马老师的质问 孩子们表示不知道他要吃 维马老师将怨气发泄到斯坦利身上 自己一路小跑过来 却只看到了空空如也的饭盒 如果不是斯坦利吃了他那份 自己今天就不用饿肚子 维马老师表示 自己明天会来吃饭 让阿曼给自己留出来饭菜 维马老师的话 无疑伤害到了斯坦利的自尊心 他不想因为一顿饭再受到斥责 所以接下来的两天 他都自觉借口回家 将美味的饭菜留给了老师 其实家里哪有人给他做饭 斯坦利只能徘徊在街头 人受着饥饿 等到午休结束后再回到班里 维马老师如愿吃上了美味的饭菜 他用油腻的手 在孩子们的便当盒里抓来抓去 维马老师的胡子上 衣服上都是油腻的汤汁 可他还在不停地吃着 此刻的他像极了一个 永远吃不饱的怪物 斯坦利的秘密还是被发现了 阿比谢查就到同学的不对劲 在主动观察下 发现斯坦利中午一直在外面待着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阿曼 面对同学们的质问 斯坦利只好表示 父母都飞去了德里 没人给自己做饭 同学们当即表示 在斯坦利父母回来前 他们会负责斯坦利的午饭 至于维马老师 大家只需要藏起来 不让他找到就好了 当下个铃声响起 维马老师匆匆赶来 却只看到空空如也的教室 维马老师怒气冲冲地寻找起来 面对西老师的问路 他也只是敷衍着 他想要得到食物 想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可找遍整个学校 都没看到孩子们的身影 饿着肚子的维马老师 气冲冲回到办公室 新老师苏西 负责教导孩子们午后的第一节课 他想要尽快融入到教师团队去 面对维马老师渴望的目光 苏西主动将自己的便当和他分享 维马老师也不客气 大口品尝着别人的便当 这种有些厚颜的行为 就连别的老师都看不过去 化学老师不懈地翻了个白眼 对于维马这种四处蹭饭的行为 很是不满 而维马似乎感受不到这一切一样 自顾自吃着新老师带来的便当 似乎只要能填饱肚子 什么都不重要 没能如愿蹭饭的维马老师质问同学们 为什么不在教室里吃饭 害得自己白跑一趟 阿曼与阿鼻蟹一唱一和 表示在教室吃饭不太卫生 所以他们只能去楼梯下用餐 同学们紧张不安地看着眼前的老师 生怕自己的谎言会被戳穿 可维马老师却相信了 他默默记下这个地方 准备第二天去楼梯下蹭饭 可当他兴冲冲赶来 却没看到阿曼 接连两天没能吃到美味的食物 甚至连残羹剩饭都不曾见到 维马老师有些生气 这次阿鼻蟹解释道 因为楼梯被人占了 所以他们只好到操场去吃饭 孩子们和维马老师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 当维马老师迈着小步伐 跑遍操场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发现阿曼一行人的身影 他彻底暴躁了 好在还有苏西老师的便当可以安慰他 维马老师的质问越发严苛 这次就连阿鼻蟹都不敢出声辩解 斯坦里胆怯地举起手 表示操场太热 我们去了露天剧场 可这次他们却躲在了房间里 一边分享着美味的食物 一边嘲笑着维马老师 你看他就像是个饥饿的怪物在寻找食物 维马老师再一次被戏耍 随着他发出的暴怒声 孩子们偷偷地笑了 既连几天被戏弄 既连几天饿肚子 维马老师的胃口得不到满足 脾气已经忍耐到了极点 这一次他没有再为阿曼会去哪里吃饭 而是顶着烈日 照遍了学校里的每一处 维马老师发誓 一定要找到那群小混蛋 狠狠教训他们 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尊重老师 在天台上 维马老师看到正在吃饭的孩子们 果然他们就是在故意躲着自己 果然斯坦利吃掉了自己的食物 自觉被戏弄 自觉被羞辱的维马老师 只觉得血液一下子涌入大脑 看着眼前梦不作声的孩子们 将所有的怒气 再一次发泄到斯坦利身上 这群孩子根本不懂得如何尊重老师 一次次被戏弄 身为老师的尊严荡然无存 这一次维马老师狠狠地训斥了斯坦利 并且将他赶出了校园 如果没有便当 就不能来上课 维马老师放下狠话 以后他再也不会吃阿曼的便当 这一次他真的做到了 可阿曼与同学们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斯坦利真的不再来学校 看着空空如也的座位 维马老师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他并非真的讨厌斯坦利 昨天说的话 不过是不甘心被学生戏弄厚的气话 可身为老师 身为长者 他又不好意思拉下脸去向学生道歉 维马老师只能让自己尽量不去想斯坦利 等他自己扛不住了 会主都会来的 可维马老师忘记了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 自尊心往往更强烈 在老师尖锐的斥责下 在没有便当的羞愧下 斯坦利宁可在外面闲逛一天 也不想回到学校继续忍受羞辱 没有斯坦利在的校园 仿佛失去了所有乐趣 孩子们看向维马老师的眼神变得厌恶 那被装得满满当当的便当 也没有人有胃口去享用 大家已经奇怪 一边听着斯坦利灰声灰色的演讲 一边享受美味的食物 校长根本不知道 学校里少了一个学生 甚至学会要举办联合音乐会 希望在梦买五十多个学校里 挑选出有才华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 共同排练歌舞剧《印度仙境》 提起有才华的人 同学们不约而同想起了斯坦利 如果他还在这里 老师一定会选中他的 阿比歇突然想起一件事 斯坦利曾经用阿曼的手机 给家里打过电话 可当他兴冲冲地打过去时 那边却传来空号的提示音 没人知道斯坦利家的号码 也没人知道斯坦利住在哪里 同学们这才发现 他们对于斯坦利的了解太少了 好在斯坦利偶尔还会在学校附近转悠 背着那个早已经破旧的书包 同学们将音乐会的消息告诉斯坦利 鼓励他一定要去试试看 斯坦利来到音乐会的排练现场 看到孩子们正在老师教导下认真练习着 斯坦利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些羡慕 这些孩子们都可以上学 可以参加选拔 结束后还有家长来接他们离开 身边走过的是一个个幸福的家庭 斯坦利却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即使没有参加资格 斯坦利还是练习着 每天去观望 然后偷偷在天台练习 期盼着自己能够站上舞台 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罗西老师在婚嫁结束后重返校园 阿曼站出来为斯坦利鸣不平 那个罗西老师最欣赏的孩子 那个罗西老师最喜爱的孩子 因为一个便当被无情驱逐出了校园 罗西老师拿着蛋糕找到威玛老师 他轻轻地问道 你满意了吗 那个孩子因为你而不敢来学校 那个孩子因为你可能被毁掉 威玛老师 你怎么有权利敢学生出校园 罗西老师说着说着 眼泪不自觉落下 他要去找校长反应这一切 由他出面去让斯坦利重返校园 看着眼前的蛋糕 威玛老师陷入了自责当中 他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后悔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到了孩子身上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他亲手伤害了一个孩子 也失去了同学们的好感 偷偷练习的斯坦利被老师发现 老师惊讶于他的天赋 有些好奇如此有天赋的孩子 为什么没能来参加排列 斯坦利很想去 可他没有资格入选 好在老师给了孩子一个机会 斯坦利终于可以从阴暗处走入阳光 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大家一起排列 当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时 同学们发出热烈的掌声 为斯坦利祝贺 斯坦利站在舞台上 告诉大家 他还是原来的那个斯坦利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送给大家 这一次斯坦利家里终于有人做饭了 他兴冲冲地带着便当盒来到学校 举起便当向圣母玛利亚展示 你看这是属于斯坦利的便当盒 斯坦利带着便当盒找到威玛老师 将自己的食物全部分享给他 老师你看这次我有便当盒了 老师你看这次我们可以一起享用 老师我能回来上课了吗 看着眼前可口的饭菜 威玛老师没有像往常一样狼吞虎咽 而是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他给予斯坦利的是抱怨 是怒火 是被剥夺的学习权利 可斯坦利回馈给他的 是善意 是分享 是自曾同样闪闪发光的便当盒 威玛老师没有脸面在学校继续认知 他不配教导这样优秀的孩子 在留下一封信后 他永远离开了这里 我亲爱的朋友斯坦利 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 大豹君会随着他的拍子一起进入垃圾桶 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斯坦利有些发愣 这并非是他想要的结果 孩子的事情很单纯 他认为有错误改正就好 不需要有任何人为此付出代价 而且他始终认为 威玛老师是有苦衷 才没有办法自己在便当来学校的 在圣安德鲁大教堂举办的音乐节 无数家长纷纷到场 来庆祝孩子们的演出 斯坦利的天赋在这里得以被展示 在他生情并茂的演讲声中 印度仙境的航班缓缓起飞 孩子们身着鲜艳华丽的服装 为家长们展示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图画 那是属于印度的人间仙境 那是孩子们对国家的喜爱 斯坦利在台上显得如此自信 虽然他的父母没有来 可罗西老师就在下面看着自己 带着他的欣赏与祝福 斯坦利身着洁白的服装 为他喜爱的国家 为他喜爱的世界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当演出缓缓落幕 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家长们称赞着 拥抱着自己的孩子 唯有斯坦利安静地待在楼梯间 直到罗西老师赶来 送上一份赞扬 他没有见到斯坦利的父母 想要送孩子回家 却被斯坦利玩拒 他再次撒谎 父母就在车上 可最后送他回家的 却是学校校长 在礼貌地告别后 斯坦利拐如街角的小巷子里 在一处人满为患的 小饭馆面前停下 眼前不修蝙蝠的男人 看着斯坦利一身干净 整洁的衣服 没有欣喜 他的眼中逐渐流露出不满 男人高高扬起巴掌 愤怒地给了斯坦利两耳光 他质问斯坦利 为什么要在周末乱跑 充满怒气的质问 让周围的时刻纷纷扭头 看着埃达的孩子 他们没有多问 父母教育孩子而已 没什么可惊讶的 大家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人并不是斯坦利的父亲 而是他的叔叔 一个天天抱怨凶嫂嫂亡 将拖油瓶留给自己的男人 斯坦利自己也早已习惯 他默默放下衣服 准备帮忙做事 斯坦利与厨师阿卡兰 分享着演出的盛况 他没有因为暴行 而去责怪叔叔 也没有因为要做事 而责备事件 他只是高兴 今天好热闹 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来了 还有罗西老师 还有校长 他们都为自己鼓掌 都为自己感到高兴 斯坦利熟练地做起事 搬着沉重的框 穿梭在狭隘阴暗的厨房里 而他口中 那个由母亲精心准备的便当 不过是叔叔饭店里 剩下的饭菜而已 即使这样 斯坦利依然心存感激 阿卡兰有些埋怨 如果孩子早说 学校需要带便当 自己会早给他准备好一切 这样斯坦利就不用 天天饿肚子 斯坦利表示 那是叔叔的 不是我的 父母的教育 让斯坦利明白一件事 是自己的东西 才可以享受 不是自己的 哪怕别人倒掉 自己也不能抱怨 所以他不会去赠污任何人 哪怕叔叔对自己并不好 可他起码给了自己一个家 给了自己一个住的地方 用来出餐的铁板 简单收拾后 就是斯坦利每日休息的床 没有柔软舒适的床垫 没有父母的晚安稳 只有一床破旧的被子 和枕头边静静陪伴自己的父母照片 那微微亮起的暖光 那不断落下的竹泪 承载着孩子每晚对父母的思念 今夜 他依然期盼着能在梦中见到父母 有父母的陪伴 有阿卡兰的便当 斯坦利的生活会一直是幸福的模样 他依然会撒谎 会骗同学们 便当是母亲精心准备的 然后将自己的便当 分享给老师和同学 因为在斯坦利行中 他们都是一样的 都有一个家 都有一份美味的便当 全片完 便当盒里的小秘密 于2011年上映于印度 直到看完电影 我才知道那藏在便当盒里的秘密 是父母双王后的无奈 是被叔叔欺负的悲惨 是没有一个安静温暖的家的凄凉 可纵观全篇 斯坦利给我们表现出的是乐观 是积极 一个常见人间冷暖的孩子 心中却有一片不受侵染的人间乐园 斯坦利看到的世界是温暖的 是幸福的 他将所有的痛苦都当作是人生的考验 将所有的不幸都当作自己的冒险历程 这样一个懂事乐观的孩子 谁会不喜欢呢 关于这部电影结尾提到的印度同工 我想和大家简单聊两句 关于印度同工的起源 还是来源于大家耳熟能详的种姓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 许多穷人家的孩子 无法得到上学的机会 不得不以幼小的身躯 承担着养家的责任 每日奔波于 不属于他们年龄阶段的工作岗位 只为了争取一些微薄的工资 这种漏气还在不断增加 更让人唏嘘的是 这种行为却促成了经济的发展 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公平的 像斯塔利一样的孩子 在印度并不少见 可他身上所表现出的善良与乐观 却温暖着我们每个人的心 有时候一份分享就可以打动人心 有时候一个笑容就可以温暖世界 斯塔利的遭遇无疑是不幸的 可他却时刻将善意传递给这个世界 斯塔利寄人篱下的经历 让我想到在中学时 因为离家太远不得不寄居在亲戚家 虽然不曾有过亏待 虽然不曾有过白眼 可我依然每天早出晚归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哪怕多拿一个鸡蛋 哪怕多喝一杯牛奶 哪怕在休息日多吃一顿午餐 我都会感受到谨慎细微下的压迫感 我不能任性 我不能哭闹 偶尔和亲戚家孩子起了冲突 我也是第一个道歉的那个人 因为那不是我的家 没有我的父母在 这件如今想起来都让我倍感心酸的事情 和斯塔利比起来 却好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点 在那段时间 我学会了分享 在那段时间 我学会了成长 在那段时间 我学会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看完电影后 也有所感悟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